你問一下社子島抗鬧中說到地園先生有一個吃虧用的 那您是來贊助旅行談的 還是一樣啦 政治不要只說一些冠冕堂皇的好聽話 社子島超過50年的禁見 本來就要解決 那現在一樣 請中央不要再擋大巨蛋 不要擋大灣北亂 不要擋社子島 都卡在那裡 再去那個社子島當地講一大堆好聽話 沒有用啦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請趕快把問題解決吧 請問一下就是 曾說基隆輕軌是一個騙皮 林宥昌就是採訪 你把以前輕軌移到現在來談 是什麼錯亂 沒有啦 基隆輕軌這件事情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這就是一個文化 認錯就好了嘛 我跟你講2017年小英總統到基隆 說什麼四年內82億 基隆輕軌不完成 請問喔 四年後 現在已經幾年了 都五年了啦 東西在哪裡 然後後來基隆輕軌變成基隆捷運 這就更好笑了 那個人家都開玩笑說太陽餅沒有太陽 你知道 現在那個基隆捷運也是沒有基隆 因為他 他巴堵到基隆那一段 他就不敢出來說明他要怎麼處理嘛 是啊 我們臺北市作為一個參與者 我們非常清楚嘛 第一個 現在誰要負責興建 第二 興建的話 每一段 你知道齁 那個錢要怎麼攤 基隆 新北跟臺北 錢要怎麼攤 還有中央怎麼攤 再來 將來誰要經營 再來 我看這個目前應該會虧錢啦 因為那個路線設計不是很好 將來如果要虧錢 到底要怎麼攤 這個公文根本就現在卡住了嘛 所以一句話齁 我也沒有說 其實我也知道政治上常常就是開空投資票 但是認錯就好了 你要好啊 就好 我剛才問的那個四個問題 你回答好了